各位朋友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實在開箱單元 一樣由我郭大郭駿章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哇 龐然大物齁 什麼叫開箱 開這個才爽 好來來請我的助手齁 Michael 我們一起來開吧 好各位這不是開玩笑的齁 這麼大一箱子 哈囉紫盒還麻煩你 我扶著那你照顧我看 我幫你抽這個紙套一樣一下兩個 來紙套借我一下 好一樣是萬寶王運場的紙套齁 好我們依照慣例 從外層紙盒開始 這個紙盒就已經非常巨大了齁 也非常紮實很硬很厚的一個 這個紙盒 而且它裡面有完整的這個 海綿 沈澱齁 那這才是我們的錶盒本尊 是一個很紮實的木盒 我先把它翻出來 哇這根本就訓練我的腕力齁 這是一個非常有質感 又有弧形線條 對 一個很紮實的木盒齁 那麼它有一個上蓋 我們可以先從上面這個蓋子掀開來 咦還沒有看到本尊 因為你首先看到的是 就是它的這個包卡齁 這包卡上面這邊會寫上這個 標款的型號序號啦 然後會蓋上出售的店家電章 那麼上面有一些 以多國語言撰寫的保修條款 也還蠻精緻的齁 也還蠻精緻的齁 然後有一本專書是為了 Mirahe 1858這個系列 所撰寫的 那裡面主要是在 介紹 Mineva這個基金廠呢 製作的很多手工的 古董級的基金 還有說它所搭配的標款 也是很好看的一本教科書齁 那麼裡面的基金真的非常精彩漂亮 回本專書 那麼我們把保卡跟專書拿開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手錶本尊了有沒有 可是要怎麼拿出來呢 其實它有個小小的機關 在錶盒側邊 有兩個隱藏式的按鈕齁 你必須同時按下去以後 這個錶盒底層呢 會有個托盤彈跳出來 好那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主題 哇這個錶盒太大了 一直擋住我有沒有 回到我們本尊 這一款Mirahe 1858的計時碼錶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款錶呢 有一個很典雅的面盤 其實這是湯匙面的 如果你近看看到實體的話 你會發現到 這個白的湯匙面 它有一個晶瑩剔透的一種質感 搭配上它的藍鋼針 紅色計時中央秒針有沒有 整個面盤其實非常跳 非常好看 但按把計時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的錶殼看起來比較簡潔 而且它按把放在錶罐中央 技術性比較高 也比較好看 維持整個錶 錶殼外型的這個均衡度 重點來了 郭大其實最喜歡在於 它錶被你所看到的機型 那麼這一款 外表呢 它是有18K玫瑰金材質所打造 表徑43.5毫米 定價168萬8千 好我們一樣來測試看它的手感怎麼樣 那麼依照慣例 記得喔 要先上鏈 不要千萬不要忘記 哇這上鏈的聲音很讚耶 各位有沒有聽到那個上鏈聲音呢 郭大我就喜歡這種聲音齁 上鏈好以後我們來 我們可以來開始按了齁 在錶罐中間其實它有個按把齁 按下去啟動 這個手感真的非常棒 是我操作過的計時馬表 那麼多齁 它算可以排前五名的 手感很滑順 力道用得很輕 可是你按下去感覺很清楚 然後一樣你按停也是在這個按把 按歸零也是趕快還是這個按把 所以單按把只能夠開始停止歸零 開始停止歸零這樣子循環 去操作它 好這是這一支手感非常棒的 1858Villahead的單把計時馬表 這是萬寶龍的米倫巴機器廠 古董級的手工計時機器 你會發現到這裡面的每一個槓桿 每一個甲板每一個零件 它都沒有直線條的 因為早期手工製造的話 不只要精確 它最重要是要所謂的機械的美學 所以它除了切割成曲線以外 它還要做手工的倒腳 波紋啊珍珠紋原點 各種精細的傳統工藝的打磨 才能夠造就出這麼漂亮的機型 所以我覺得這個錶 它不只外觀很經典復古好看 內在其實更厲害 還有1858 單把的計時馬表 錶盤上還有很復古的螺旋型的測速詞 外圍有測距影 火狂 讚 好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歡迎各位有任何問題 直接臉書留言 下次再見 謝謝